正被丟棄在一個骯髒的角落 我總覺得那個當下看到他的時候 他的眼神中 是帶著些許落寞 而且憤怒的感覺 古曼銅是泰國的一種英靈信仰 流傳於泰國、越南、印尼等東南亞地區 又稱為金銅子或金佛銅 在泰國 人們相信死後要能夠再投胎成人 一定得累積足夠的福報 才能投胎到好人家去 但有些小孩還沒有能力累積福報 就因為難償 夭折而離開人世 因此沒辦法投胎 只能在人世間遊蕩 為了避免被大鬼欺負 便得忍受寺廟的正面能量 委屈的躲在寺廟周圍 直到遇見擅長古曼銅術法的師傅 把他們的靈體收入玩偶內 放在廟裡聽佛法 修行 等待有緣的爸媽帶他們回去供養 古曼銅娃娃的由來有多種不同版本的故事傳說 傳說很久以前 泰國有一位昆平將軍 他的太太懷孕超過漁產幾分久 仍然還未生產 等產下時小孩子已經死亡 將軍心中十分不忍 便用剪刀剪開包衣 然後用佛友供起來 叫仆人每天早晚要燒香 有一天 將軍在睡覺時 夢見有個小孩 指著他明天出戰時 從兩個方向攻擊 並可大獲全勝 接連幾天 都做了同樣的夢 夢中的小孩接連告訴他要如何做 將軍便問他是誰 小孩告訴將軍說 我就是你所供養的死去的兒子 從此之後 這個古曼銅兒子生得將軍的喜歡 每當將軍要出戰時 都會將兒子一部分骨頭放入一個小瓶中帶在身邊 說也奇怪 每次當這個將軍掛著這個小瓶出戰時 必能贏得勝利歸來 而且每遇於意外之時 都好像有人協助 每次都能化險為夷 之後昆平將軍從此公民財富一帆風順 因此之後 風揚古曼銅的方法便漸漸傳聞開來了 民間的很多人都照同樣的方法去做 希望能為自己帶來平安財富 這便是泰國養古曼銅的起源 今天不可將又帶來兩則 關於古曼銅的靈異故事 另外還有 為了謝謝各位粉絲對我平常的支持 今天節目到最後 不可我準備電影的特應會門票來回歸大家 請記得把影片看到最後 第一篇故事不可會以第一人稱敘述 那麼就開始今天的故事 我本身的職業是一名空姐 還記得有一陣子在從事空服員工作的期間 那陣子的運氣非常不順 像是跟男朋友分手 還跟父母常常吵架 或是像跟閨蜜也因為一些誤會 引到的不是很愉快 上班的時候也因為這些不順的事情 臉色也沒有很好看 還因此被作長長念了一下 總之那陣子因為各種不順的緣故 就想找個時間到廟裡去拜一拜 轉一轉運氣 那時候常看到有些藝人 在流行帶一些佛牌之類的東西 聽說對運勢也很有幫助 我就一時興起邊找了一位師傅也請了一個牌 或許是我本身就有些微靈異體質的關係 總覺得戴上佛牌後 整個人昏昏沉沉的 後來我就去詢問那個賣佛牌的師傅 說我這樣的情況是正常的嗎 師傅跟我說 喔 那就表示這個牌有跟你在共鳴相容啊 所以你會有這種反應是很正常的啦 欸 你這個牌可是限量的正牌 別擔心啦 聽完師傅說的話後 可能是心理作用吧 之後我就覺得還好了 不過說真的 後續我的運氣真的有很大的轉變 像是男朋友跑過來跟我和好了 閨蜜也約約我出去灌街了 甚至前男友跑來找我了 就連作長長 都天天刮我表現優秀 收到了很多魯克的表揚信 我內心不禁吶喊了一聲 天啊傑克 這佛牌也太神奇了吧 但很可惜的是 我才沒開心多久 後續有一次我去朋友家時 因為當天喝酒喝太多了 醉到連我是怎麼到家都沒有印象 等到我隔天醒來時 才發現我的佛牌鏈子斷掉了 就在我正在懊悔自己 怎麼會喝成這樣的時候 我朋友打電話過來跟我說 昨天就照我走後的五分鐘後 現場的朋友跟旁邊不認識的人 因為一些口角結果一言不合打了起來 兩邊都打頭破血流的 我真的是算是運氣好先離開了 事後我就問那個賣佛牌的大師 問說佛牌丟了會不會對我有影響 大師對我說 這並沒有什麼影響 而且反而我還要慶幸這個牌幫我把一些薩當掉了 總之之後 我就會回復到沒有佛牌的生活了 但生活中總感覺缺少了點什麼 後續有一次因緣際會之下 我有一位朋友 因為之前經常進出泰國寺廟 他便跟我說了一些古曼童的效果 一直跟我說這個很好 對自己會有福報 然後說他正好有個古曼童 已經放很久了 是供奉型的古曼童 問我要不要請 要的話就直接結緣給我 我聽了之後覺得蠻感興趣的 就很果斷的跟他要了 不過很詭異的是 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怎麼樣 當我朋友把古曼童請給我的第二天 他就發生車禍了 還好 事後我朋友人事沒有怎麼樣 但是也因為我朋友發生這個詭異的事情 我就想說真的是要好好養著他 深怕如果哪些地方沒做好 連我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後續 在迎來古曼童回來的那一天 我跟我家的觀音燒相說明一下狀況 希望能讓古曼童不受阻擾的回家 並受到保護 接古曼童回家後 我每天三處向暗時祭拜 吃飯時也會多擺一副空碗筷給古曼童享用 一切都蠻順利的沒有什麼問題 但其實前面有發生一個小插曲 記得我剛準備去跟我朋友 把古曼童帶回家的時候 那時候我其實人非常不舒服 胸口很悶 喘不上氣 我總覺得我們家的觀音 好像在暗示著我 不太想讓我養 可惜的是 我當下沒有察覺到觀音的暗示 但不得不說 有了古曼童以後 我的運勢真的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工作上我從空服員晉升為副事務長 而且很少遇到幫機延誤的狀況 夜裡落地的班也少了很多 男朋友也經常送我禮物給我驚喜 真的是能感覺他越來越愛我了 人際關係也變得蠻好的 總之一切順得不得了 在供養古曼童的期間 我會經常買玩具牛奶飲料給他 而且還會常常在我睡覺的時候 古曼童會來到我的夢中 跟我說他需要什麼東西 像是什麼糖果啊 零食玩具等等 真的是非常神奇 記得之後有一天晚上我正準備要出去時 只是我玄關的門燈是開著的 我正在門口的衣櫥間換鞋 就在我低著頭 綁著鞋帶到一半時 突然就看見 我的眼角魚關有個小孩子的影子閃過去 而且還伴隨著輕微的笑聲 當下我是有點嚇到了 但轉頭仔細看 就沒看到什麼東西 並不以為意的出門找朋友了 後來我到了跟朋友約定的地點 一見到我朋友後 我朋友便問我說 剛剛跟著我的小孩呢 我一頭霧水的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 他們才跟我說 剛剛從遠遠的地方 就看見我跟一個小孩子一起走過來 他們想說什麼時候生了一個小孩了 我一聽完 全身雞皮疙瘩給他塑了起來 這也讓我慢慢感覺到了 他的存在 還有一次更誇張的是 當天晚上我睡到一半還沒入睡時 我的床 突然有一種被重物壓下的感覺 我覺得怪怪的起身看了一下 卻沒有發現什麼異常 於是就躺回床上滑一下手機培養睡意後 便漸漸的入睡了 但就在我眼睛閉上沒多久 大約10秒吧 我的耳邊突然聽到了一個小女孩 輕輕的說 嘿 媽媽陪我玩嘛 這時的我其實已經很習慣他的存在了 我就馬上起來走去娃娃前面說 那個 我有點累了 想睡覺了 乖乖的不要吵喔 之後我就一覺到天亮了 反正後來其實有很多不好的事情 我都會很巧妙的避掉或閃開 這種的巧合 都讓我不得不相信 這一切都是古曼彤 冥冥之中在幫我的關係 但這一切的好運 就在發生後續這件事情之後 陸續變掉了 因為工作的關係 有一次我需要飛國際線 需要離開家裡4天 我當下心裡一直很忐忑 害怕我的寶寶會不會不安分 跑出來搗亂 果然 當我第4天回家後 我竟然發現古曼彤不見了 我緊張的方向倒櫃的找 但怎麼找都找不到 整個人急得像是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不知所措 便急忙去問我媽說 是不是我覺得動我的東西啊 我媽就念我說 嘿呀 我就幫你整理房間的時候 看到你房間有放了一個奇怪娃娃 啊我就覺得這個娃娃很怪 就順便把它輕輕丟在樓下的回收室了 我當下聽到差點沒暈到 並聯網追問媽媽說 你是把他丟到哪邊去啦 為什麼我的東西你要亂動啊 我媽看我這麼激動的也回收 啊不過就這個舊娃娃 你是在生氣什麼啊 接著我也不管我媽說什麼了 並直奔大樓地下室 去看看娃娃也在不在 慶幸的是當我衝到地下室回收區的時候 看到古曼彤娃娃還沒被回收 但此時的他 正被丟棄在一個骯髒的角落 我總覺得那個當下看到他的時候 他的眼神中 是帶著些許落寞 而且憤怒的感覺 隨後便黏滿把古曼彤撿回家安放了 但此後我心裡 一直覺得怪怪的 覺得後面 好像會有什麼不好的事情發生 就像我這樣的想法持續沒多久 緊接著就發生後面的事情了 浴墨一個月後 我媽媽因為肚子不舒服的關係去醫院檢查 你想要檢查的結果 發現檔檔裡長了腫瘤 然後要立刻切除 後續做了腫瘤切片 結果很不幸的是惡性腫瘤 也就是所謂的癌症 而且他已經擴散到肝上面了 媽媽出院後就一直調養身體 然後等著做化療 各種治療療程我們都試過了 但還是止不住病情的惡化 到後面我不得不持續工作 在媽媽的身邊 但最終我媽媽還是病逝了 從發現病情到離世一共10個月 我媽媽身體真的超級健康的 我到現在還是沒辦法接受這樣的事情 這讓我不禁覺得 後續這一切發生的事 會不會是古曼彤所帶來的方式 也因為這樣的事情 後續我也就不想養了 便委託我朋友 幫忙請回了泰國廟裡供奉 直到現在 我總是會常常做夢 夢到一個小孩又哭又笑的 哭泣的感覺 像是被別人拋棄的那種哭法 但他的那個笑容 是真的很陰險的在笑 感覺像是在表達著 他的軌跡得逞了一樣 小敏是一個普通的三班族 每天過著朝九晚五歸律的生活 偶然一個機會 小敏接觸到古曼彤 關於古曼彤 小敏多多少少還是有點耳聞的 便按照別人的指示 小敏將古曼彤請了回家 定時上香 而且三不五時的 便會買小孩喜歡的四零食跟玩具供養著 剛開始時 晚上小敏經常能聽到各種奇怪的聲音 像是拆開塑膠袋的聲音 用吸管喝飲料的聲音 玻璃珠彈在地上的聲音 還有聽不清楚的說話聲 說實話的 小敏跟女孩子單獨在家還是怕怕的 但日子久了 後來小敏就漸漸習慣了 偶爾還會和古曼彤說說話 陪他玩 古曼彤回家沒多久 小敏生活得到很大的改變 像是工作中得到老闆的賞識升遷了 偶爾買了採件還中了好幾萬元 各種好運接種而來 這讓小敏高興的睡不著覺 但也讓小敏堅正的貪婪了起來 想說再養一個古曼彤就這麼好了 那多養幾個不就發大財了嗎 於是小敏便想要多請幾個古曼彤回家 但沒想到後面 小敏還沒把其他古曼彤請回家時 就開始走霉運了 好幾次工作時初說被老闆大罵 上班途中還發生了一些交通意外 各種壞事接電的發生 這也讓小敏整個人的氣勢越來越差 精神狀況也越來越不好 常常一個人發呆半空 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尤其每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都會感覺全身腰瘡被痛的 像是被什麼重物壓過一樣 這些生活上種種的不順 累積到了最後 也讓小敏漸的把怒氣遷入到古曼彤身上 小敏覺得這些都是家裡古曼彤搞的鬼 被生氣的 把供奉的零食玩具都扔掉 指著供奉桌上的古曼彤大罵 我辛辛苦苦給你按時上香 給你買各種吃得完的 你就這樣對我 再這樣的話我就把你丟到垃圾桶去 沒想到小敏話才剛說完 背後的門突然碰了一聲關了起來 這也讓小敏嚇了一大跳 只是小敏狂懼的往四周看了看 發現這時 供奉桌上的香也折斷了 看到正幕的小敏突然呼吸不過來 想打開門逃跑 卻發現門鎖怎麼轉也轉不動 小敏緊張的用力拍門喊救命 但喉嚨卻發不出任何一絲聲音 滿臉髒紅眼淚一滴滴的往下掉 小敏下來跪在地上喃喃自己的說 是我錯了 我是無心的 求求你放過我 但不管小敏怎麼求饒 我媽童還是沒有收手 隨後小敏便已經緊張過度昏死過去了 之後隔天當小敏醒來時 發現自己正在醫院病床上 有房東照顧著 原來那一天 房東準備找小敏收房租 還沒到門口時就聽見屋裡 有油泥拍門的聲音 後續暗電裡也都沒有人開門 想說小敏已經是發生什麼事了 被拿出被弄的鑰匙打開門 這時發現小敏已經暈倒在地上 房東看著屋內的擺飾供奉桌 和古曼童 頓時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便馬上把小敏送去了醫院 房東看著小敏臉上浮著一層青灰的氣色 眉心跟硬堂發黑 被黏滿介紹有道行的師傅 幫小敏送走古曼童 小敏怎麼想也想不明白 古曼童不是幫自己轉運的嗎 怎麼會反噬自己呢 便問師傅說 究竟為何後續會這樣子呢 師傅後來給小敏的說法是說 古曼童 是一種起源於泰國的陰性法務 由泰國高僧或法師做法製成 將往死的孩童魂魂魄注入 並一股灰香味泥土等混合製成人偶 正常孩子夭折後 本來就應該進入輪迴道中 你硬是叫他抓住囚禁 還要替你的拆遣 你說這些小鬼能開心嗎 小鬼會長大的 慢慢的也會吃醋 還有嫉妒心跟戰猶豫 當他們的法力漸漸增強 看人的氧氣漸漸交換吸收後 總有一天 他們會掙脫奏法的束縛 到那個時候 就是小鬼反噬主人的時候了 看到有利之後 勸勸各位 還是踏實的生活 千萬不要為了走偏門 而停而走險了 大家看到這邊 是不是也覺得古曼童的不可思議 據說完整供養一個古曼童 需要三世的人世間 也就是說你供養一輩子 你還是供養一輩子 到你的孫子在供養一輩子 才能供養完畢 畢竟這些現象以現在的科學也解釋不清 不知道大家對此有何看法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今年8月25號 即將會上哪一部強黨國片 聘名叫做 重邪三鬼門開 不可為我幫大家爭取到一些特英會的門票喔 想要參與抽獎的粉絲 可以幫我在下面留言處回答一下問題喔 屏幕是 關於重邪三鬼門開這部電影 上映時間是幾月幾號呢 答案剛剛不可有說過喔 然後留言者也要記得幫忙按讚跟訂閱我 這樣才算符合抽獎資格喔 抽獎的觀眾會贈送兩張特英會門票 不過只是特英會主辦的場地 會以台北市為主喔 特英會相關資訊等不可我確定之後 會公佈於底下留言區喔 最後不可再片尾 有附上指示重邪三鬼門開的片段預告 請大家好好欣賞喔 謝謝大家聽我說故事 我是不可 我們下週見喔 掰掰囉 臉書 我是故事 這個美黃大旅是齁 一貴港湯在這裡調陶 這不知道什麼狐啊 不知道什麼意思啊 我沒有在信那些的 雖我來心我 雖起來化妃 啊 他想吃肉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